只身飘洋过海换来一身荣耀 东方这个概念我们想囊括的48个国家 48个国家就是从它的起始 华人企业家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 中国作为龙头来带领东方这个国家 达到一个什么 达到一个就是把中国的文化来传递的每一个人 轻力打造让东方之美尽显于东方之城 我想把东方城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定义 这个定义我们是世界性的 所以说当你想了解东方的时候 那一定想到在我们东方城 即将为您呈现东方之城 马来西亚 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来西亚 北街泰国南部隔着柔佛海峡 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连接新加坡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之一 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与合作的亲历者 见证者推动者 很多华人华侨在实现自身事业发展的同时 一直致力于促进中马合作 推动中马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 他们在深入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同时 也将中原文化的精髓带到了马来西亚 而马来西亚的最大特色 则在于多人种的混合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再加上少数的土著民族 各族都将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 促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特色的国家 这里的华人有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其中就有很多在这里白手起家的精英 李卫 在2000年的时候 他怀着极大的热情 从山东只身来到马来西亚创业 在创业过程中 停戒山东人的诚信和坚持 最终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站稳脚跟 为什么我们选择东方生态 这个东方什么概念 因为东方 我认为未来的世界就看东方 东方代表谁是中国 刚刚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李卫就将注意力放到了旅游业 并在心底酝酿了一个大计划 建一座城 一座集文化 观光 休闲 游乐 餐饮 购物 房地产 教育 医疗 养老为一体的城 几乎无所不能的城 马来西亚地处赤道附近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平均气温在22至32摄氏度之间 四季如初夏 国土面积33万平方公里 其中森林植被面积达到75%以上 PM2.5的年平均值为13 天然扬霸 马来西亚地理位置理想 气候宜人 政局稳定 物美价廉 休闲观光 疯狂购物 新旧辉映 东西交融的东南亚风情 多元化的东南亚美食 令人流连忘返 因此 他高度看好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潜力 这意味着 城建好以后 有能力吸引并维持庞大的客源群体 马来西亚的经济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是石油 第二是旅游 第三是棕旅游 石油是直接接受政府调控的官方产业 棕旅游贸易虽然可以由私营企业运营 但棕旅树本身有四至五年的生长成熟期 唯有旅游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发展迅猛而稳定 2013年 马来西亚被评为世界十大旅游国家之一 入境人次已接近三千万 这个数字相当于马来西亚全国总人口 马来西亚自然环境非常好 都是点点滴滴的 比方说热浪岛 还有邦古岛 还有这些蓝卡维 但是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 我认为在马来西亚这个地的位置 和天气自然环境下 作为旅游来说 这个旅游产业或者产业旅游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 马来西亚不但是世界上政治最稳定的国家 更有良好的经济增长指数 2012年 马来西亚的人均GDP 在世界排名为第67位 高于排名在87位的中国 这都得益于马来西亚经济体的高度开放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国家 其中 马来人占全国人口的67.4% 华人占24.6% 印度占7.3% 其他种族占0.7% 长久以来 不少华人靠营商致富 但大多围绕餐饮等服务性行业打转 很少有人能做出有社会影响力的生意 因此 拿督李卫博士 轻力打造这个平台 壮大华商华人声威 提升华人族群在马来西亚的权重与影响力 同时 也借由这个平台 依托城的庞大规模 与联动当地民生的造写功能 帮助这些华人投资并获取回报 另外 前来置业的中国人聚集到一定树木时 城就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中国城 那么 这座中国城也将是大马境内 面积最广阔 条件最优厚的外族聚居群落 到马来西亚来旅游的游客 大约已经超过了3500万的游客 中国的游客不超过150万 所以说这空间非常大 对中国的一个旅游 或者说对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 传递呢 也是非常有益的 也是可以提高这个中国的旅游经济 正是看到了这一前景 李渭的东方生态旅游城就此落地生根 力求展现48国东方文化的起始与延续 东方生态旅游城位于雪兰俄州与森美兰州交界的雪邦国际赛车场附近 距离吉隆坡国际机场7公里直线距离3公里 是机场商业圈的中心 比邻吉隆坡机场清真寺 距离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行政大厅部城太子城15公里 距离吉隆坡双峰塔42公里 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14公里 附近有十多座高等国际学府 其中 隔路的福建厦门大学2016年9月已迎来首批大学新生 东方生态旅游城及东方文化 商业运营 旅游开发 创意体验 实景还原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历史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一是东方48个国家的时代缩影 东方生态旅游城提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国际事业下的旅游新地标 在东方生态旅游城里 繁荣与名胜古迹交织在一起 融合东方文化色彩的地方 无论是建筑还是风土人情 这里是东方文化和经济的聚集地 在吉隆坡 让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历史悠久的建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而在东方生态旅游城 更是把东方文化的特色在经济 地域和风土人情中展现出来 领略东方文化和风采已不再是梦想 我们见根据48国家囊括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通过建筑群 通过饮食文化 通过特产等等 就是说你来到马来西亚 最起码你能领略到48国家的一个文化 一个它的特色 如果说你针对某一个国家更感兴趣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窗口 相当于东方城的相当一个窗口 再去更加领略到每个国家的文化 同时东方生态旅游城 助力打造东方之运的文化标签 使各地游客在东方旅游城里 足不出户就能品味独特 畅游东方 马来西亚目前除了云顶和双峰塔之外 余下的都是一些散落的 不成规模的小型景点 这实际与旅游产业占国民经济第二大权重的发展模式 越发的不相称 市场断层已十分明显 马来西亚的三大收入 我刚刚讲的第二大收入就是旅游 但是旅游来说呢 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综合性的旅游场所 而且我们这个旅游城呢 基本上可以说填补了马来西亚的旅游空白 在深海城建成以后 这里将为马来西亚带来中国游客客流量达到三百万人次 代客人数会逐年大幅攀升 不仅可以带动马来西亚的旅游经济 实现每年百亿马币 甚至数百亿马币的盈利规模 还可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 随着深海城的建立 世界各地将会有三千五百万甚至四千五百万的游客到生态城来度假 国力的壮大主要指标是经济 就经济层面来说 马来西亚想要在全球一片低迷的大环境中取得突破 只能更多的寄希望于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旅游业 东方生态旅游城领略全球风貌的窗口 感受东方韵味的国度 引诵生态旅游的诗歌 带动马来经济的齿轮 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背景下 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支持中方提出的 以开放合作 和谐包容 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 由拿督李卫 于2013年成立的山东华人商会 在这一倡议的引领下 为中小企业搭建平台 协助企业走出去 带领外资引进来 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和优质 服务于更多的华商 一个人想在国外发展 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提供这个机会 而这种机会 只要是你真正的经营下去 用心去经营 当成你自己的事业 可以是永久下去的 马来西亚山东商会 于2013年8月2日 在吉隆坡正式成立 商会将为山东的企业 互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国 进行商务考察 产品销售 项目合作 洽谈 购房置业 以及观光旅游等 提供一系列商务服务 为企业做大做强 搭建桥梁 2016年12月20日 东方生态旅游城推介里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功举行 推介里上 李卫董事长和相关代表 做了精彩发言 推介里的成功举办 意味着东方生态旅游城项目 正式启动 这将进一步带动 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 为中马合作建立有益的桥梁 作为马来西亚政府支持的 重点产业旅游项目 东方生态旅游城还将直接创造三万个就业岗位 整体带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 并由此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支持 公司将成为业内最具盈利规模的上市企业 同时也成为全球旅游行业的优质品牌集团 这个东方城我想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龙口来进行歧视 所以说我想把东方城建成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永不消失的这个世博会 是每个国家想了解东方 想了解东方文化 那就到我们东方城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歧视点 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不仅有友好的外交交往 经贸往来 安全合作 以及文化交流 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 东方生态旅游城是华人李卫 对两国文化交流的献力 他期望中马两国可以通过全面深化合作 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